在二十七號晚上六點五十三分 發生一起火警意外 位於人物區水管路上 一個紅綠燈 突然因為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畫面中可以看到 整個耗製箱都被大火吞噬 甚至零件都被燒熔 火星不斷掉落地面 現場景象相當驚悚 被路過民眾拍下警孔瞬間 上傳網路 整個標示牌都起火燃燒 還有零件被燒到掉下來 場面相當可怕 消防局接獲報案後 總共出動兩臺消防車 和五名人員前往出水撲滅 但是火星人不斷 像水滴一樣流到地面 所幸最後消防人員 成功撲滅火勢 過程中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不過起火原因 還有待後續調查釐清